香港政府推動修訂逃犯條例草案二讀 引起數以萬計民眾質疑 將破壞一國兩制精神 更損及香港司法獨立 自主權以及言論自由 12號發起包圍立法會及罷課罷工行動 而不只在香港當地 台灣的公民團體和在台香港學生 也在台北的香港經貿文化辦事處前割海聲援 就連流亡台灣的香港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也現聲喊話 有感於中國這幾年對一國兩制的干涉變本加厲 痛批這一次修法是違反人權 台灣NGO組織也指出 逃犯條例將威脅國人過境或是入境香港的人身自由 今日香港 今日台灣 因為我們共同在面對的是中國的威權擴張 我們都在中國威權擴張的第一道防線上面 之所以要聲援香港 一方面是基於我們對民主自由人權等等價值的共同信仰 二方面是因為我們在地緣政治上面 地理位置上面我們同樣面對到中國的壓迫 中國的本質它是一個單一族權的 完完全全是以汉為中心 那多少個在中國少數民族的都完全就被它規格化 就像是維爾族三百多萬的維族人 他要再洗腦再教育 惡法如果通過了 現場聚集了近兩百名在台港生關心香港的修法進度 他們希望和香港的所有人站在一起守住這道防線 而原定十二號上午十一點要二讀的逃犯條例 香港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臨時宣布延期開會 具體時間定型通知 原室新聞喜故大陸台北市採訪報導